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是月23号,星期三啊 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应该不能说算是新闻吧 但是呢,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是很好的 我曾经很多次都在考虑这些事情吧 和在一直想聊这个东西啊 我先说说这篇文章的标题吧 是全球大学倒闭潮已经开始 我们还要逼孩子吗 当然其实我关心的很多的时候是说 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现在这个时代对吧 这个变化飞速的一个时代 我应该去怎么去让我的小孩 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吧 这个很多的时候是我要想的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我其实还兼着一个周末没事的时候 我还建立一个中文老师 中文老师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很多关于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啊 这也是我担任中文老师的一个主要目的 我其实是逼着自己去思考一些问题吧 特别是这个AI时代 然后这样一个时代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小孩 特别是针对我自己的小孩啊 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最初的时候是 我原来跟一个同事啊 我们出去已经聊天 他是个加拿大人啊 我们聊天的时候 也在聊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说你看现在的一个教育 其实当时他是上大学 他也没有毕业啊 但是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 我们就开始工作或者什么 所以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是非常早的 就类似于大学输学的人 我认识好几个大学输学的人啊 那他们觉得呢 就是说 因为他大家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啊 我们谈说这件事情已经就是 对吧 已经是八九年之前了 大家都在聊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啊 学校里的教育 其实根本就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啊 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上大学学的很多的 关于计算机方面的一些东西 真正的跟你工业界用起来就差的 差的特别远啊 嗯 所以说当时他也在说 对吧 对于小孩的教育也是一样啊 因为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小孩你的教材 还是按原来的那种教材教的话 肯定是跟不上时代的一些变化的啊 这篇文章也是在讲这个 我们也都看一看啊 能不能引发 产生一些共鸣 引发一些思考吧 首先说 开头就说 他说 ALA学历 贬值 出生率降低 企业支配 这种学校 从万人追捧 到岌岌可危 一步之遥 所以说 他说学校倒闭啊 这个东西 我觉得跟中国现实联系起来 其实就是说 小孩越来越少啊 特别是在 在过不了多少年 嗯 就是小孩 估计都都打了对折的往下捡的话 那中国的选择的高校就要倒闭的啊 但是你倒闭的话 肯定是倒闭那些 不知名的啊 什么时候也倒闭不到 清华北大 对不对 那肯定是清华北大 还是 大家 销尖了头 想要钻进去啊 但是不只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国外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也是啊 嗯 我觉得英国也是这个样子啊 英国的教育都类似于一个产业了啊 肯定是 如果中国人少了 我估计他们的这个 这几个教育产业的话 也会 少不少 也会有好多的高校倒闭啊 但其实我们现在的不是 讨论这个的问题 对不对 但我们主要是讨论的是 呃 这种 这种 AI时代 对吧 原来成就的这种教育方式 你能不能跟上这个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啊 而现在的学校 只只这种这种学术性教育啊 只有一种考试这个检测手段 早就不适合社会发展了 即便是现在的这种考试手段 很多的时候在拆GPT出来之后 也就到 也就让你 很难 你去现在连测试你都做不到 对不对 我可以用 帮我写论文 我可以用币GP帮我编长 那说如果说你不用这种工具 但是说我是B卷考试 那就更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我用B卷考试的话 那你就必定要求这些学生去背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背的东西还有用吗 完全没病了 对不对 你再背了太多东西 你也不如一个AI的发展啊 就像所有人都是都是这个样子 你学围棋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拿围棋举例 对吧 你再下了再好的围棋 你也下不过A40了 对吧 A4Go了 人类就是这样的 你再怎么样都不可能下过他们了 对不对 但是说如果你还是以这种围棋的考试来评定一个人出生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再怎么去努力 你都不可能下过这种AI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人了 其余的也是一样 你要考这种知识面的广度和记忆能力 再怎么牛 你也考不过拆这部题了 但是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个人 你还去往这方面钻研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除了这种文或数学两种能力 可能我们还会需要这种小孩的运动 空间的沟通 自然商业 很多这种技能 但是现在的学校里面其实都不教你这些东西 未来的学校一定应该是多元化的 不只是学术性的 否则的话这些学校会被淘汰 对不对 有些企业也会直接去就是跨国学校去培养政策 我们这也是一样 尤其是在国外的话 你招聘的时候 尤其是在计算机行业 在我们之前的行业里面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都遇到过好几个就是退学的 辍学的 当然其实不只是比尔盖茨 或者是乔布斯 他们是原来辍学 很多的真正的没有去创业的人去度马农 很多人也都辍学了 因为他们在行业都可以找到工作 他们知道怎么去自学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如果你在计算机行业里面 你就知道你的学习能力是必须是必须的 整天都有新的技术发展 对不对 天天都有新的这种library或者freemwork出来 或者是新的语言 或者是新的技术 或者是新的理念 都会出来 你都要跟着学 如果你的学习能力跟不上的话 你其实是从事不了这个行业的 所以说那种臣服的这种教育的话 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不适合这个行业的发展 所以说为什么是说 这种AI到来之后 我一直不觉得 我一直一点都不担心说这种AI能够取代程序员 能够让很多的马农失业 我都不担心这个事情 因为这帮人学习能力太强了 能真正的让他们失业 他们可以在这个AI的基础之上 做更多的工作和更多新颖的工作去做 所以说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事情 我觉得那些 如果是你在传统行业里面 如果说你就靠吃老本的话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们需要担心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你需要担心 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 然后多元的去学习很多的东西 而不是说靠你原来的那积累的一些知识 有些人 医生 理发师 对不对 有些人在 我再说一下AI的这些东西 一会我可能再聊一篇文章 说什么样的人可能被AI取代 对不对 可能你可能超出你很多界限现实的 认知的 有可能被取代 有可能第一是理发师 有可能不过多久 这种AI这种机器手臂就可以给人理发了 他就可以三维的给你建一个模型 根据你的脸型 给你所有的你的东西 就给你理一个发出来 给你理好 你说我他理发的时候会不会剪着我的耳朵 或者什么的 你不用担心了 其实现在 很多的机械手臂或者是AI这个东西 已经可以做心脏手术了 毕竟心脏手术还比你真正的人做安全好几倍 并且已经开始在一个什么 我记得应该没错的话 应该是在上特一个实验室 医学实验室已经开始 开始做这个东西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担心医生事业的话 你能不能 有什么其他的学习能力 对吧 医生的话我们都知道 他是靠一直积累这个经验的 你能不能如果说有一天 就是AI把你的医生取代了 这些医生你要想想你自己能干什么 比如说如果说任何一个什么 AI把一个马农取代了 因为这些马农对吧 他可能做软件的对吧 他可能做个金融软件 做个行业软件 有可能还做过游戏软件 他到哪个行业里面 他都可以 毕竟他有很强的一个学习能力 他不干这个了 他可以干别的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行业里面 对吧 你靠着你原来靠着这种 持续不断积累这样的一个东西 突然间你失业的话 你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我们就就就说这么多 谈到这说这么多 说人工智能要重塑教育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 人工智能出产了 他对教育应该是颠覆性的 但是只不过现在 人工智能刚刚出来 我们只不过还摸不到一个头脑 应该什么样的人工智能 才是能够真正 辅助我们学习 他说变化更多 更快更猛 没有任何一种知识 可以使用两年以上 也没有任何一个工业 可以安门五年以上 真的就是AI时代 就是人工智能将在 10到20年代 让美国总计702种职业中的 一半将彻底消失 所以说人工智能时代 个人能力 个人的创造力 可以被机械放大千万倍 未来个人指挥机器的能力 决定了一个财富的重新分配 确实这样的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 起义点的一个 就在一个起义点上 真正的原来马克思 撤想的一个这种 社会极大的财富 什么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 就是现在 以后过不了多久 就是物财富极大丰富 所以说能够被替代的行业工作能力 都不在学校里浪费 都不在学校里浪费 学生老师的时间 所以说而永远都不会被 极其期待的 才是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去学习的 现在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孩子应该去学什么东西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学科 对吧 具体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其实模糊的知道 如果你学习跟人的身体 和精神相关的一些东西 未来更有前途 比如说生物 他说的医学 我觉得非常的 我也不太看好这个 健康 饮食 幸福 精神学 运动学 哲学 艺术 将会需求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你面的像那 去学那些虚头八道的 才有可能 所以说现在 如果你在学校 需要小孩再去刷那些题 像中国那种 这种 从小学就开始卷起来 我是觉得 从我自己就觉得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在未来 我们只需要让孩子成为人 让他们有自己的学习方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咱们要有自己的价值 热爱 有自己热爱的工作 他们就可以过好一生 对吧 我不觉得以后 所有的小孩 他能够对生存 还会有什么 担心的 都不会 他只是 能够能够把自己 一生过好 他有没有自己 怎么 自己的学会去学习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现在 我们能掌握这种工具太多了 能让你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小的 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想学个英语都费劲 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机会 听 对吧 你才用那种词带的方式 买一般词带来回听 你现在呢 小孩别说学英语了 你学什么 什么语言 你找不到任何资料 对不对 在互联网上什么资料都有 但是还是取决于 你想不想学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 学习能力 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如果在农业社会里面 对不对 有体力能干活的人 他就是人才 有价值 对不对 所以说在农业社会里面 大家都需要说 我生男的 要壮丁 对不对 你们家有三个儿子 或者是四五个儿子 那你这家可能就预示着 你未来生活的很好 对不对 在工业社会里面 对不对 会计算的 有知识的人 那就是人才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们 像我们这一代的话 就是你们家里有几个大学生 那你们 对吧 你可能就是从农村出来了 有几个大学生 那你可能就是借机跃迁了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这些都不行了 对不对 就是有头脑 有情感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人才 才有价值 就是如果父母 你从小就把他当做一个人去培养 他到他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他整个社会需要每个人都是人才的时候 他就能够适应 他就已经被培养成一个人才了 但如果你父母还是坚持现在的一个教育标准 总觉得孩子不行 太笨了 考验是不及格 什么都不行 他到二十三十岁的时候 其实他社会需要每个人都成为人才 你孩子还是不行 他基本自信都没了 对不对 他学的那些知识 他背诵 课堂上学的那些东西 就 很多人都一点都不学 他都完完全全跟不上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耳机 我有一个耳机 或者我有一个眼镜的话 那几乎对吧 就一个智能眼镜或者智能耳机的话 他几乎就就涵盖了你所有的 对吧 XGB知道所有的东西你都知道了 任何时候你回答 他在问这个问题 那你你能把这个知识传给我吗 对不对 你需要用快速学习 快速吸收的一个办法 我记得原来我去参加读书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问我们 你们是怎么读书的 我当时我说我们计算机行业的读书是这样的 如果我遇到一个问题 那我去去去去读这个书 然后我就把这个知识拿出来 我就去先学现用了 我们是很多的时候是培养这种能力的 跟大家读读杂书是不一样 读杂书对不对 我没有什么用 我就先读这本小说 就读下来 完了之后 他就会是怎么样的 但我们呢 就是说 我需要这块知识 那我就去哪拿了 就给你计算机去检索一样 对不对 我需要这块的知识 那我就从硬盘这儿去拿这块知识 拿到了之后 我就用起来 那你以后人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现在就必须在哪 如果你需要那块知识 那我就问他就行了 对吧 对 然后比如说 我现在需要去 去西班牙旅游 对不对 去西班牙旅游 你就说 那西班牙的天气气候是什么样的 就是西班牙属于 这种地中海气候 那我说地中海气候 它是 它是怎么形成的 有什么特点 对不对 那他就告诉你 所有的告诉你 然后我就吃到这种知识 我去拿就行了 而不需要你自己 再去什么 你高中学三年地理 对不对 那个完了之后 又学这样的知识 学那样的知识 你才背过来 你才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学了 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去学的这些知识 别人需要几分钟 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说你怎么跟未来 跟别人这样的 一个人竞争呢 是 是完全就是 对吧 你完全没有 任何的竞争优势 所以说我们的思维 就不能停在老地方 不能一直迷信 那个惯性思维里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把孩子 当成人来培养 无论是他在学习成绩 是怎么样的 因为到那个时候 已经不按照这个标准 再去评判了 对不对 你再去学习 这种真正的那些 对吧 那些知识 已经完全没有 太多的意义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就学惩罚口诀 对不对 你一定要会 几百的加点法 对不对 你要去学什么 猪算快 素算 你算得再快 你有计算机 算得快吗 这完全 对不对 所以说我后来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自己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是三年级的时候 让我们学算盘 我当时 我以那么小的年纪 我就说 我学 为什么 我还学算盘呢 对不对 然后我们都有 都会有其他的 更多的东西 都计算器都出来了 我还学这个东西 有什么用 所以即便老师那时候教 我从来就没有学过算盘 就是说我一直不知道 算盘是怎么打的 当然老师要出来问我的时候 就是老师 什么 你弄一个三下五出二 或者是什么东西 那我就 对吧 他问我两个 两个数加点法 那我就脑子里计算 我就给他算出来了 然后我再把算盘上 给他拨上去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混过呢 对不对 但是我非常庆幸 我没有去花很多的时间 学算盘 我知道后来一点用都没有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很多的数学 也很多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数学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计算 它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因为我不是去做小商小贩 对不对 我不是去快把忙的 现在你做小商小贩 可能这个都不需要了 对不对 你可能都是 对吧 就 你都是这种 现在都是超市 也都不需要你去计算了 所以说 因为我们 我们原来学数学 大量的时候是在计算上 而不是真正的去锻炼你的数学思维 我觉得应该是 慢慢的去真正锻炼一个人的数学思维 和数学想法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计算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父母 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没有改变 还让小孩进最好的幼儿园 好的中学 好的大学 毕业之后 未来社会 它的竞争力还是很低的 所以说我们为了抵御 不要什么少子化 什么文凭贬值 人工智能 但是要 要能够先我们一步的经历 这些国家的人 比如说美国 或者是 我们要看他们的社会发展趋势 所以我也在看 其实丹麦 其实还是蛮靠前的 在这些方面 不然是从教育理念上 还有很多的东西上 对 我觉得比美国都靠前 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在这边接受教育 这也是我一直推崇丹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他们很多 尤其是我女儿现在的一个私立学校 她很多的时候培养的就是小孩的这种思维 协作模式 沟通能力 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丹麦 小学是在就是五年级之前 她是没有考试的 没有任何考试 她也不会把分看得特别的一个重要 很多的时候丹麦的很多的考试 它是一个口语考试 我现场的你跟我沟通 你现场的跟我交流 你到底真正的学到了知识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的很多的地方 所以说我自己教我们小孩中文的时候 我也是很少教他们 这个字应该怎么背下来 或者怎么样的 我还是教他们去沟通 对不对 这个语言其实就是用来沟通的 就是用来聊天的 如果你能对吧 你能表达清楚你自己的意思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 最重要的还是学这个语言里面 最精华的一些东西 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慢慢的去误须 因为那些实实在的东西 有AI已经能够帮着你 去处理他的 太多太多的这种东西了 好吧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大的 我还是 我也自己还是在一直在思考 我也非常庆幸 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作者 或者人也在去写这样的一些文章 大家也在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希望以后会看这个东西 看得越来越深 对不对 越来越适合 因为现在我们都很难看到 那么未来五年 这种AI发生什么状况 其实我们都是判断不了的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 如果你在一百年前 你肯定都知道 对吧 未来十年 二十年 或者一百年 你都能看到 这个社会怎么发展的 你都非常清楚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你来未来两年 或者三年 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发展的 所以说 我们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 原来的那种教育方式 肯定是不行了 好吧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